欢迎收看缤分娱乐秀 我是小宇 很高兴能够和您在这里见面 我们会每天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分娱乐现在开手 明明之中的人 只因我前行 周深演唱新歌交换 太好听了 4月26日凌晨 周深又出新歌了 那就是为电视剧乌鸦小姐与蜥先生演唱的主题曲交换 一大早 小编就忍不住的听了起来 越听越上头 这注定又会是在 小编歌单里循环的一首歌 周深不愧是欧斯的大魔王 仅仅是听这首歌就能感受到 这部剧的魅力了 在这部剧中 袁嘉伦饰演蜥先生 行非饰演的是乌鸦小姐 听周深的吟唱 脑子里充满了画面感 阳光交替月光 在时间里重生 赠我一个梦 你住在我梦中 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 充满了温馨与感动 苏敏的安排里 又有一份幸运使然 他是冷漠寡言的西翼先生 他是开朗热情的乌鸦小姐 两个性格相似的人 开启了一段浪漫的爱情童话故事 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 小编是最讨厌周一的到来的 而这一次是个例外 就在今晚 乌鸦小姐与西翼先生这部剧 就要与大家见面了 如果说剧是大家比较期待的 那么周深的这首好音乐 就是提前到来的一道开胃菜 而这道开胃菜 可以说是一下子就把大家吸引住了 很多人也是关心这首歌 会不会又是在剧中 在重要的时刻当作BGM音乐出现呢 凡是过往 皆为序章 感谢周深又给我们 带来了一首好听的歌曲 小编从来就是一个心情很暗淡的一个人 也是一个情绪化波动比较大的人 自从喜欢上了周深 在他的音乐中感受到了温暖 也感受到快乐 更感受到了积极向上的力量 满天星光 为你璀璨 感谢信念让人出手着缘分 愿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 冥冥之中的人 只因我前行 在这首新歌中 小编最喜欢的就是这句歌词了 而对于小编来说 周深就是那个冥冥之中的人 每天伴随着他最深情的歌声 在耳畔响起感觉自己就是那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贾琳周深不会缺席春游三 节目组已透露原班人马将重聚 最近几日 因为青春环游戏 总导演梧桐的一条微博动态 引发了观众对这档节目常驻嘉宾的热议 更让梧桐一觉醒来 收到了十余万条私信 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因就是在微博评论中 春游家族的朗朗 范澄澄 杨迪 分别都与他进行互动 却不见贾琳和周深的身影 于是观众纷纷留言询问 更有兴计的观众给梧桐发去了私信 那么青春环游记的春游家族 能否原班人马重聚呢 这是喜爱这档节目的粉丝最想要的答案 为此瑞和军经过认真仔细的梳理 第三季一个都不会少 原班人马将会在节目中重新聚首 都有哪些线索证明 第三季会是原班人马呢 请各位跟着瑞和军的梳理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 在去年浙江卫视的招商会上 春游家族就拍了一个节目的招商宣传片 不仅提到第三季即将启程 而且还说原班人马第三季不见不散 周深更是透露了第三季 将在今年第二季度开播的消息 第二 今年王牌对王牌第七期播出的是 王牌家族与春游家族的节目 吴同导演说 因为周深有事未能参加 在节目录制时 周深正在参加央视元宵晚会 对周深而言 如此重要的晚会绝不能缺席 第三 今年王牌对王牌收官那期节目 王牌家族互评时 华晨宇给贾玲写道 希望他今年能实现休假计划 今年对于贾玲来说是收获的一年 特别是他的电影《你好》 李幻音 而华晨宇的这个希望显得就非常渺茫了 他已经知道贾玲今年还要继续青春环游记 第四 邓诚诚与梧桐互动时说 童哥 第三季有刘德华吗 这句话明显是他替贾玲问的 因为在第二季节目中 梧桐欠贾玲一个刘德华的出场 如果贾玲不继续来节目 他也不会问这句话了 第五 节目组搞的颁奖典礼 给春游家族的每一个人都颁发了奖项 重点的信息不是奖项 而是结尾时说2021年青春环游记第三季 期待你们更精彩的表现 如果不是原班人马 能这样说吗 而这样说的原因就是原班人马必将重聚 周深天籁之声影全场见叫 宁静化身名媚首舞足蹈把耳脉蹦携上 创造营2021是由腾讯视频出品的男团成长综艺 致力于充分展现 新时代国际青年人的音乐舞台表现力 青春活力和拼搏向上力 引不少观众十分喜爱和关注 4月24日晚 创造营2021终于迎来了成团之夜 而现场周深一曲Champions 惊艳开嗓 直击心灵 引发全场尖叫 在场的宁静听到周深的歌声后 瞬间化身成了一名小迷妹 欢快地像个孩子一般随之起舞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的嗨皮 宁静随着歌声一直开心地蹦跳着 因为太激动 一不小心还将耳脉跳到了鞋子上 从视频中看 宁静发现了这个情况 试图抖动将耳脉甩下 但是事实是 似乎并未成功 随后被邓超发现 为宁静解决掉了这个小困扰 不得不说 周深的歌声实在太有魔性了 而宁静的激动样子也像极了粉丝们追星听演唱会 抢到了第一排票 为偶像加油欢呼的状态 真是可爱极了 周深因大于这首歌而爆红 先后赢得了八个奖项 因此他还有了一个美称 海妖 声音如气如素 深情动人 犹如海妖在宽阔的大海上高歌 让人着迷一时间 圈粉无数 成为了一名家喻户晓的歌手 在事业上更是一路开挂 如今在娱乐圈的名气也越来越高 春晚上与张爷老师一起演绎的灯火里的中国 更是唱出了一片祥和 国泰民安 让人沉醉 久久无法自拔 而周深一路走来 大家对他也一直都保持着超高的评价 一度被高晓松誉为一个人的唱诗班 更表示 希望这个纯净空灵 不一无二的唱诗班 不要受到着流的沾染 能够一直纯粹的唱下去 为华语乐坛贡献更多的好歌 而著名导演张艺谋 更是以柔情 缠绵 依依不舍 年轻又很深沉评价周深歌声 可见深得他心 出道六年 周深从一开始好声音舞台上的64强选手 一步一个脚印 蜕变为华语乐坛最炙手可热的歌手之一 可见其努力和付出 在这里也衷心希望周深 可以给歌迷们创造更多 睡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